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二 达尼尔先知书第三章第25节第34到43节 马斗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3月14日耶稣基督 以色列人背弃了与上主的盟约 遭到了重大的灾难 今天阿扎利亚代表了以色列人向上主的忏悔 由于我们的罪过 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 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到处受轻视 目前我们没有元首 没有先知 没有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逊的精神 蒙弥悦纳 但愿你按照你的宽容和你无限的仁慈善待我们 拯救我们 离开了天主 我们人其实真的是虚无的 什么都没有 我们犯罪尝到了犯罪的苦果 能够因此悔改是很棒的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但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不努力的根本不去犯罪呢 为什么一定要吃了犯罪的苦果才会觉悟 不见棺材 不流泪呢 我们不是有理智会反省的人 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吗 今天福音耶稣的比喻中的国王代表了天主 他宽恕仆人所欠的巨大的债务 但是这个仆人却没有宽恕他的同伴欠他的很小的债务 要宽恕确实是需要懂得反省 将心比心 也要有大度量 虚心向天主祈祷 我们的度量才会变大 其实宽恕别人最大的获益者是自己 因为我可以从过去的痛苦包袱中解放出来 天主的度量很大 人的度量很小 所以很难宽恕 幸好 在最后审判时 审判我们的不是人 而是天主 但既然我们渴望得到宽恕 让我们也努力地 借着天主的恩宠给予宽恕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